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一岁半两岁 三个成年人拿着枪对着孩子的脑袋 孩子是家里面父母是基督徒 那么知道现在这个伊拉克发生的非常极端的事情 就是某些信仰 别的信仰的人要求所有其他不信他的人 你必须得相信 信他的 跟他的信仰一样 不一样就杀了你 那矛头主要冲向了基督徒 在我的节目当中我一直强调信仰 但是每次强调信仰的时候我一再跟大家生命 以信仰的名义 滥杀无辜而杀虐者必是邪的魔鬼 这个是任何真正的信仰都是对生命的怜悯 这是非常清晰的概念 那正像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 我说为什么江家邦最可恨 他在屠杀真正以党国家以各种的名义 动用国家机器屠杀真正的信仰者 这是犯了天理他 所以天必灭他 所以我才说顺天意而为之 怎么做都成 逆天意而为之 怎么做都不成 有人说你不用跟我们讲那么玄乎 那东西跟我没关系 我最后一次回北京的时候 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情 当时江泽民主政的时候 我印象中从首都机场出来 到了东三环 然后接我的人就问 说你离开了一段时间了 你什么感受呢 在京广中心那个边上左右的时候 问的我 我当时我不知道现在京广中心 还有没有了 不知道了 就路过长城饭店就那一片了 我当时说的非常直接 这个城市 就这个北京 发生什么我都不意外 整个城市翻了个个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接我的有家里人有朋友了 我说这这叫什么话 你这是瞎子 我说你就没感觉到 这空气本身都是浮躁的吗 空气本身都是那种狂躁的感受吗 没有一点踏踏实实的 那种平静的氛围 整体的这个环境 都是这种类似爆炸的环境 疯了 全都疯了 不知道在干嘛 有人说在挣钱 也不知道谁挣出钱 有人说在事业 也不知道谁叫事业 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事业 也不知道为了那个事业干嘛 人活着丧失了目标 除了干就是干 还是干 干什么 满足欲望 我说这个社会一定会 那不是人的社会 不是正常人的社会 所以发生什么都会很正常 网上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王宗南被抓捕 矛头转向江家势力 现在这是一个明确的说法了 他讲上海是金融中心 一直被视为是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的根据地 普林斯顿大学 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说 习近平王岐山是否会对江泽民本人下手 目前还有待观察 但是从陈良宇到薄熙来 再到徐擦后 这些都是与江泽民关系极其密切的人 习近平要清除江泽民的势力 是显而易见 这说的就是非常直接了 他说我个人判断是 现在要说习近平王岐山准备对江泽民动手 这个判断我还不太敢下 不过有个倾向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说习近平绝对不愿意和胡锦涛 有着同样的政治命运 背后还有一个太上皇来支配他 我跟大家形容的很清楚 十八大是习近平上位 正式接过中共总书记的位置 结果所有海内外舆论说是江泽民获胜 我跟你讲就这一条 换个正常的爷们 谁都得干死江泽民 只要是爷们你就得干死江泽民 这个现象已经摆明 江泽民是今天中共整个出现乱象的罪魁祸首 同时间法广对这件事情的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王宗南被抓 舆论关注了江泽民本身 十一号王宗南被抓 那所有舆论都把矛头指向了江泽民 原因就是王宗南与江泽民家族关系密切 文章还提到说推特多个账户传出中南海里最近流传江泽民的话 打老虎的事不能再打下去了 再打下去就应了敌对势力的说法 政治局里没好人了 政治局里是没好人了 十八大获胜就是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里面的人马 是江泽民的人马 那政治局里没好人是对习近平而言 十八大上位 结果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不是他的人 同样要像对待胡锦涛一样 要掐死习近平的话 那政治局里就没好人 所以当传出这话的时候 就更得掐死这只喊了 道理太简单了 inspired by an ancient culture pure beauty pure energy pure wisdom pure spirituality pur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神云 pure dates and tickets please visit shenyun.com 与此同时军队一直有说法 世界新闻网报道这么讲的 总政治部通知全军 坚决拥护习近平 北戴河会议正在召开 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 进入了关键时刻之地 你注意这话说得很特别 徐才后被干掉了 周永康被干掉了 前面薄熙来被干掉了 那干掉了这么多人 他才说进入了关键时刻 按常理讲 如果干死周永康了 关键时刻已经过了 对不 都死了吗 又啥关键呢 就是要打还没打的时候 那叫关键 大家听懂吧 中国军方机关报解放军报 12号刊登 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的通知 呼吁全军官兵坚决拥护习近平的领导 我觉得后头就不用说了 这是真正的打虎 前面都是铺垫 周永康在我的眼睛里 我早跟大家说 是只死老虎 打死他 死了 宣布他死了 只不过要上一台阶 扔圆了各位 开始干了 北戴河开会 北戴河开会 北戴河就有一个老虎石 那周永康72岁 数码的 今年是码年 郭步雄72岁数码的 今年是码年 江泽民今年是数虎的 过两天过生日 88接个挂 88要接挂的话 就是通奸的 所以大家就等着吧 北美今年没夏天 中国今年热死人 所以夏天都到那儿去了 另外出了一个小消息 但这个小消息非常值得注意的 法广一篇报道这么讲的 辽宁一个月内 三个司法官员落马 有的基层法院领导班子 全军覆没 昨天的消息 辽宁省安山市中级法院院长 宋景春 涉嫌严重伪计违法 接受组织调查 那这是辽宁省司法系统 一个月内公布的 第三个落马的官员 而辽宁晚报引述 辽宁省高院的院长的话说 有的基层法院领导班子 甚至全军覆没 辽宁 薄熙来 上位的地方 而薄熙来上位的地方 在辽宁 王立军 薄熙来 古开来 在有关活摘器官 贩卖尸体 它是一个最典型的 经典的发生的地方 如果在辽宁省 从上至下 斩杀过去的 政法委体系的官员 意味着什么 我刚才说了 今年夏天 北美没有 全跑到北京过夏天了 我曾经描述过 作为周永康主政时期的 最恶的一个经典的 一个例子 就是高智盛 最新的消息 高智盛的儿子伤心的说 爸爸不会说中文了 大纪元的记者 马友志在旧金山报道讲 对于努力学习中文 以便同爸爸对话的高天宇来说 发现爸爸不会说中文了 非常伤心 12号下午 高智盛的妻子耿和打破沉默 透露出高智盛遭受 长期被单独关在黑屋里的残酷折磨 语言功能和记忆力都受到严重伤害 高智盛知友发言人张雪荣博士表示 高智盛长达五年的被非法关押期间 受到的酷刑和极度非人道的 长期黑屋单独关押 高智盛出狱时 已经不习惯见阳光有日照 脸色苍白不太会说话了 那耿和的姐姐披露说 他一个人五年关在黑房里 每天一个馒头一碗白菜 耿和在推特上描述讲 我跟高智盛律师通话中 电话断了再打回去 我问他我们说到哪了 高智盛说不知道 那耿和问电话咋断了 高智盛说不知道 那作为高智盛本身 他原本的样子 那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懂的 那我这里想跟 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消息 整个江家帮的罪恶 整个政法委体系的罪恶 那作为高智盛律师 就是一个鲜明的活证据 他就是直接被迫害的 一个这种酷刑的 被施加的身上的一个具体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一切就是这个 还有人说 袒护说江泽民这个江泽民那个 请把自己的人性调整一下 做人的态度调整一下 今天是天灭中共的年代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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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